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我们从长兴村出发之后 驱车将近一个小时来到的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从身后我这片的阳长小道 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今天天气晴朗的情况下 我们走的时候都气喘吁吁的 从下车之后到上山 我们小心翼翼的走了将近快半个小时 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是海拔大概1542米 和今天的话风特别大 大家可以看到我整个吹的然后呼吸都特别困难 很难想象在那天阴雨天气大风到七八级的时候 他们下着雨如何在那么冰冷的地区度过那么几个小时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那个牧羊人所在的位置 就是营救那个失联人员所在位置还在那个山巅 这条小道就是当时救援人员步行 前往救援地营救参赛人员的小路 往常只有羊群经过的地方 在那样的极端天气下 很难想象救援人员营救的困难 当时的情况下出去气候非常热烈 当时我的衣服也下湿了 我就进来倒这个腰洞 然后打扫了一下腰洞 然后非常冷 当时就用这个被子趴在里面暖和了一会儿 听到一个声音他好像喊了一个什么 跑出来一看从这个地方就过来一个队员 我开爬走的速度非常慢 我说朋友你还能行吗 他说我的腿抽筋了 我非常冷呀 那你嫌到腰洞屁屁雨暖和暖和吧 咱们牧羊人所救的有个人 就是在这个摇洞中 大家可以跟我进去看一下这个摇洞 这个摇洞它是一个废弃的摇洞 平常就是由咱们的朱先生 平常在放羊的时候 在这个摇洞休息的时候所用了一会儿 然后这个摇洞当时这个被子就是 去朱先生介绍这个被子救了六条人的性命 然后这个保温坛应该是他被救的那个张小涛先生所用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应该当时朱先生他生了一些火供大家取暖 这六个人在这个摇洞里大概待了六小时 据朱先生所讲的话 他们从两点到现在的话 直到晚上七点的时候才被救出 来 这个废单之类的 让他们锅进 让他们去呢 因为当时我想了一下 这个地方该加火呀 没有火他们这么下去就 也会有危险呢 他们靠着靠着 因为这个里面也挺清朗的呀 靠着靠着就有感冒啊 还是有 还是执脱不了危险的那个装态 我就在这个地方 想上一堆火 但是但是当时看了一下 可能有没有火呀 就是后来我想了一下 在这这些小座里面 我记得好像有火柴 我觉得我没有做什么 就是用自己的善良意识去帮助别人吧 就是这么个 不需要别人怎么去报答 这是一个自然状态吧 但是我遗憾的就是 自己没有太大的能力去 去进去下面更多的队员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一直睡觉的时候都想着他们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